这道理就可以 我用医学来讲 其实就是说就像一个人 假如我们的手 我这样子 那如果我把它这样靠重力 我不处理 完全不处理 你看我现在的指伸趋势 指尖区趋势 腕区肌全部都是松的 那因为这边就是重量 靠重力它是不是会这样 对不对 但是它还是松的 因为肌肉没有特别收缩出力让它这样 因为是重量它就会这样好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它到了一个位置 它就会卡住了 对不对 但可不可以再下去 可以 可是如果 现在这样是自然的重量 所以不是靠我特别去出力收缩肌肉 来让它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软的 你看这边的指伸趋势 指尖区肌 它的趋势 还有这边大拇指的 这里有一个大拇指的趋势 这边有一个小拇指的趋势 这几条肌肉都是软的 可是可不可以再下去 可以 可是如果再下去 就要靠肌肉出力 所以你看就是硬的了 比较硬了 越下去 越来越紧的地方就越来越硬 你看到最后硬很硬了 对不对 那如果这种状态要运功 它当然就没有弹性 如果这种状态 如果刚刚讲自然这样的 它是软的 当然就可以甩动 这样讲可以吗 那如果换我今天这只手 我这只手比较紧 我说我右手 这是我的右手 我的手比较紧 所以我一样自然放松 你看我只能到这边 你看两个角度差多少 看得到没 差蛮多的 对不对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的这只手 也可以到达我这个自然放松的这角 可以 问题是如果要到这角度 肌肉就要出力 如果自然放松 它是比较软 但如果要再下去一点点 你看肌肉就硬了 就要推不动 你这看得出来 那个筋就会碰出 就会有一条 你现场看就会看到有一个筋 好像就凸出 那如果要再弯 哇 那更紧 你紧到根本要躲紧 要很用力 对 因为它机能没那么好啊 这样讲听得懂吗 就像一个弯腰 对不对 如果我们自然这样 它是会下去 可是下到一个程度就不会自己下去 那在这个程度里 你腹肌还是软的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你还想要再下去的时候 就要出力了 腹部的肌肉 就是肌肉就要 应该是脚啦 脚后跟这边肌肉就要出力 就会被拉 脚 反正就是有些肌肉就要出力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有的人他的基础不出力 就可以弯曲的状态就是比较好 就是Flexibility 比较好 Electricity Flexibility Softness 那些都比较好 对 所以他到达那个弯曲的状态的时候 他的肌肉还是软的 因为他没有出什么力量 对不对 可以吗 这样讲听得懂 就是大家 那些老师根本在乱挥的啊 他说没差 那我没有差 演奏家可以做出来的 那种顶级演奏家可以做出来的那种幅度的动作 他们也做不出来 这时候他就说什么 顶级演奏家是天才什么 他做不到的 我就说老师们很自私啊 他做不到的 他就说那个条件有差 他做得到 他就说这没有差 好不好 那你看我同一个人 我自己我同一个脑袋 左右手就不一样 对 好 好 这样讲听得懂吗 那其实这个当然可以靠热身来达到 譬如说我刚刚说 我放松让他垂下来只能到这里 那可以靠热身 其实可以靠热身压一压 压一压 压一压 好 可以吗 那再来 比刚刚下来一点点的 你看到没有 那这个状态还是松的 好 不过但这个睡醒 睡觉起来可能没动过一回又硬掉 对 好 那一样的道理 我这只手其实也可以压 不过因为这手很紧 其实压人会觉得很紧 所以可以压下去的范围 除非压到有点要受伤力 要不然 所以他可以多出来 其实蛮少的 不像这种 你看这看得出来这就很软 对 因为他这看得出我这边蛮软的嘛 这就有点紧 你看 就你看看得到吗 他就已经很紧了 其实他压不太下去 这压就会痛 对 因为他机能比较不好 所以觉得好 那这样会多一点 比刚刚多一点 但其实多不了多少 对 然后再下去还是要处理 其实很厉害 看到没 他这里就会有一个 有没有 这里就其实在动 看到没 他就很紧了 对 所以人的机能是有差的 好 那讲到卧工 初学者 你看为什么有的初学者 他们一卧工 老师根本没有特别提醒他说 公感要向前倒 对不对 老师只跟他讲说 卧工的位置 帮他在他上面打点画位置 然后他贴好了一放上去 你看有些小朋友 他一放就是漂亮的像这样 可是有些人 你怎么教怎么教 他的工就是比较正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有些人你根本不用讲太多 你只要这个位置都对了 他一放就这样 好 那老师们有没有去研究为什么 然后老师们大部分就会说 因为他观念错误 他不懂什么 根本就不是 其实是因为这个 其实他们两个握法根本不一样 看起来很像 但是其实他们手的姿势是不一样 叫做代常动作 你检查 点都对了 不是点都对了 卧工姿势就会都正确 不是接触点都正确了 卧工姿势 因为这个还会扯到这个pivoting的角度 pivoting motion的角度 就是奥登罗斯曼教授说的 对 这个 这种角度 holylanto的角度 vertical的高度 差一点点就不一样了 对 差一点点其实他就是不一样 这样跟这样怎么会是一样 这样跟这样也不会一样 那还有这个pivoting的角度 还有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pivoting角度 好吗 当然还有这个ponation suffination 也会有 这五个 这就为什么奥登罗斯曼教授说的 好 那你如果你去观 老师们你们如果去观察 那个学生一放上去 你只要位置都对 你在上面 他手上面画那个点 像小妮大师班画几个点 然后大拇指也画点 然后就像靠道的 可是一放上去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就这些学生去公 就是很漂亮位置就对 有些人你也打都对了 他都贴对了 他也没离开 可是为什么一放起来 就是这样子 就是正的 对不对 好 那老师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诶 过宫不是都还好吗 那为什么就对 好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pivoting的 这个都对 你看我贴住 好 好 我都贴合 我这个位置都是在打点的位置 然后我又打点 假如我打点 好再打点 可是你看我没有离开 我没有一个手指离开 但是这是可以动的 好吗 这就是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教学 我觉得小妮大师班教得很好 对 他第一个教学 他四平一我觉得没有很好 但他二三教得很好 他第二个教学 是不是叫你说检查看看 你在动的时候 位置有没有跑掉 也就代表说位置没跑掉 其实他这边的位置也是可以不一样 所以这个跟这个是不一样 但是位置都没有跑掉 都是在打点的位置 好吗 可以吗 都 其实都是没有跑掉 因为他小妮大师班 第二个视频就叫你不能跑掉 不能因为这样动 就就跑掉 可是其实这样跟这样是不一样的 相对你看手臂 这位置其实相对位置是不同的 他的握弓状态是不同的 这叫做Bull Grip Flexibility 好不好 好 这样讲可以吗 那特别还有这个 这种角度 这样子的PVT 就是这样角度的PVT 就这样的PVT 所以这个一般老师 比较不会去讲到这个PVT 好吗 那小提琴运工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的 这个行进轨迹 也就是公感的延伸轨迹 这条线 其实并不是跟身体平行的 还是斜出去的 所以你在运工的时候 其实你这样再送出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PVT角度 是会越来越这样子的嘛 越上面的时候 它PVT角度不会这么写 它有点P出去 有点这样的感觉 这样转 这样转出去 好吗 那当然不只是这个角度 这样子的PVT角度也不太一样 略有一点点差别 一点点拿去一点点 可以吗 可以吗 那当然运工还有要做这个Holy Lanto的这种Motion 那其实Vertical motion也不会完全一样 对不对 在下面的时候会略略乘一点点 在上面会比较高 所以它也有这个Vertical 但是在做这些改变不同的时候 其实接触点是没有变的嘛 是不是这样子 讲到这里大家可以吗 好 那现在就差别差在说 在不同位置的这些 这些相对的这改变 它需要这些关节的活动的时候 有些人 他可以在像刚刚手这样放下来的这种 这种完全肌肉不用出力状态 就可以到达那个角度 但有些人就不行 他如果要完全不出力的状态都不出力 就肌肉 不是完全不出力 就肌肉没有特别去出力收缩的 我猜就可以维持到那个 那个 那个公位 那个 那个位置 看上宫在这边 那个公位 像在这边 或在这边在这边的 那公位的那个 那个 这个 Y轴 Y轴 D轴的那个整合角度 有些人 他的机能比较好 他就是可以在刚刚 像刚那样比较不出力 只靠重力的状态 只靠一个状态 只靠一个状态 大拇指这里有一个大拇指的取肌 有两条 那这上面有一条大拇指的斩肌 跟大拇指的外侧肌 有四条肌肉 那基本上状态好的人 他都可以一直采取莲花 他的莲花指 就像我以前说的 他的莲花指 其实一放进来 他是 肌肉是不需要在处理的状态里 可以达到 可是像我以前很紧的时候 我就不行 就像人里面也一样嘛 你把手这里你可以 可是你会 像我左手机能比较好 我放在这里 其实是软的 可是我如果要 让我的大拇指碰到这里 小拇指 其实你看就要处理 看到没 这就吐出来 这样看得到吗 就这里就有一个筋会捧出来 对 那那个机能好 那个机能不好的人 他到达这个位置 中间莲花指 中间的这个对称 这个对峙 就相对于你机能好的 你到这边的那个肌肉的 已经出力了 如果你握光 故意在小拇指来这样做支点 你可不可以这样推 你也会卡住 那那些机能不好的人 他到这里 就像你到这边的感觉 就像他 就像我的右手 弯到这里 就已经不行了 对 如果要弯到这 要弯到像左手的弯 其实我就已经要出力了 这样 人的机能是有差的 好不好 其实大部分老师 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对 要承认这个事实 他们他就要密集面对 我所有的机能 找这样的教学 他们就会发现 那个跟音乐系没有关系 他们就是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实 对 好不好 那回到我说的就是 其实他机能好的 因为他这个 有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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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方向 这些位置全部都要对到刚好 那机能 当然还不只是这个 还有这个大三小型 小三小型 这边歪也不行 对不对 就这样也不行 这边要好 小三小型 四边形 这个位置都要对 这样还不行 这个位置对了 譬如这边位置对了 但是这个也要可以像我这样 侧向出去 我以前就不行 我以前就会变这样 对不对 那很多老师就以为我们不懂 其实不是 因为我那经很紧 我如果这边要维持这个 我这边就不行 如果要可以我就要很用力 就像我刚刚弯不下去要很用力 那根本不是不懂 那机能就很紧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很自然的人 就会把他这样悬过来 比较舒服 你看那个成年人 那个握工的倾斜角比较差的 抱歉 这个手机掉下来 等我一下 他从架子上掉下来 成年人 倾斜角 那个TELT能力 比较弱的那种成年人 你看十之八九 不相信你去看 他在 他在运工的下工到底的时候 工底的时候 他不能 他不能 应该不能做这个姿势 他们就会变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姿势当然是不建议的嘛 就像那个北北老师 那个Sky 国际网络 音乐教学北北老师说 下来不是这样 他是批出去的 他说是批出去的 对 那其实这个批出去 如果今天 有的老师说 你可以批啊 你不是说你可以 那为什么运工不行 我这样批不是 跟运工是不一样的吗 因为运工你不能这样 这样子 你变 如果功务上来就变这样子了嘛 运工是要批出去 这边批出去 但是这里要 还要这样 这里还要有一个PVT 那工最后不是这样子的 工不能是这样嘛 你批出去了 对 这边是OK的 是平的 这个也都OK的 问题是你这边的角角是不对的 还要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的 看到没 拇指是这样 就奥登罗斯曼教授的第四行动作 这个PVT也要可以 还要可以这样 很多成年人就做不出这个动作 他可以做出来 问题是他做出来就是要出力 就这样弯不下去还要再出力了 所以他那时候的肌肉不是软的 他是硬的 他是比较没有弹性的 好吗 所以如果慢的时候可以 如果今天拉那乔齐踢车很慢 那你强迫他 那你也可以 但是如果取之一块 要这样 所以他就会变这样 他就自然而然又回到这样子 因为他的那个 因为如果一块的时候 你要做这样这样肌肉 是不是就要 是像刚刚那样软的状态 不能是压下来出力的状态 然后可是他软状态 他能到的只有这个范围 他就又跑到这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直教 一直教 有的老师说我教完他又这样 命不是可以吗 可以做到什么又不可以 对 好吗 就是这个道理 这有很难懂吗 好不好 那至于有些学生被老师说 我叫你做 你为什么不做 做不做 那个是他们更紧 紧到连用力都撑不太住到那个状态 那有些学生是用力了就可以到 问题是他没有办法灵动 一灵动他又跑掉了 对 因为灵动的时候 你那个肌肉的状态 就不能是以出力维持的 就是要像这样的状态才能这样动 如果你出力才能下去 你就不能这样动 可是我这只手你看 因为他状态比较好 所以他到这个这个夹角 他还可以这样动 你看 这里还松松的 对 人的有差 就像有人弯腰他弯到那里 他也可以动 有的人就不行了 因为他已经很吃力了啊 对不对 因为他肌肉关节的活动 所以这研究这种乐器演奏 你不能只看骨骼跟关节 要看肌肉啦 像那个 我说过那个 怎样练习小提琴的运工那本书 他第五页他在讲说很多老师不懂肌肉的运作什么 导致很多好心的错误 对不对 他人家特别讲的是肌肉肌肉肌肉 不是关节 不是关节 不是骨骼是关 肌肉肌肉肌肉 很多好就不愿意 为什么因为骨骼关节很容易理解嘛 对不对 大概的样子 这样这样 可是肌肉就不一样 同样肌肉同样都是肌肉 譬如说肌肉同样都是维持这样姿势喔 全部都正确喔 这个PPT motion也都对 这也都对都对 可是 好跟我这一手 好一样维持了姿势 可以我跟你讲 我两边肌肉是不一样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小臂有齿骨跟老骨 对不对 这是齿骨跟老骨 那他要旋转之后 他齿骨老骨是会翻转的 对不对 我这一手我不是说我这个机能很紧吗 我这一手在维持这姿势的时候 我的老 你仔细看喔 你看这个面 你看 我同样都是做刚刚这个姿势喔 对 你看我的齿骨老骨面 这手比较平 我刚刚那一手 我的齿骨老骨面 我的老骨就比较下去 对 所以你的姿势 骨骼姿势完全一样的喔 可是其实肌里面的肌肉旋转角度是不一样的喔 但骨骼也不一样啦 对 因为齿骨老骨相对位置是不一样 知道我的意思吗 都弯到这样说 对 你看我的这个面 齿骨老骨面 就这个面 是平的 还可以推上来 我这一手如果要做 做一样的角度 上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齿骨老骨面是斜的 你看是斜的 所以斜的就代表这边有一个肌肉是比较往下转的 对不对 他这个叫做外旋鸡啦 旋鸡啦 这里有一个旋鸡 旋什么鸡 旋方鸡 方旋鸡还是什么 这里手里有两个侧旋鸡 对 对 不过这不是侧旋鸡的问题啦 我的问题我是那个 这叫什么 拇指的斩鸡跟 外斩鸡跟 生肌的 这边的肌腱 我觉得有点沾黏 这颗肌肉只有这么长 只有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 这个牢侧面 就是 他医学叫做后侧面 他很奇怪 他叫这叫后侧 这叫前侧 那应该就是说 反正就外侧面 就是黑面 我说黑面这一面 他的 这里是斩鸡嘛 这一面都是斩鸡嘛 所有的肌肉 那这一面都是趋鸡嘛 那这里的大拇指的斩鸡在这里 他很短直到这里的 他这个你去看解剖鸡 这个肌肉比较特别 他的肌腱很早就开始 在这里就开始 然后他经过这里有个叫碗管 那这上面有一个 解体组织带 直层数 他很早 你看他解剖图 他的这 他的解体组织 从这里就 不是 他的肌腱从这里去看 那大部分 像指申驱鸡 指浅驱鸡 或是这个 手指的斩鸡 将后斩鸡 其实他的肌腱都是过了碗管才开始是肌腱 这里都是肌肉 这个很特别 然后我的这个肌腱特别 人的肌腱是不是有的软有的紧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嘛 你看我这手就很软 对我这手就比较紧 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弯到这里了 我之前这手只能弯到这里 我现在也弯到这里 但是要很用力 那这手其实随便你弄就 你看轻轻一带他就很后面 对 那这个就是肌腱嘛 那人的肌腱 你看有的人就比较软了 比较紧了 那我这个肌腱很紧 对我要一直动动动 我再拉紧一下 一直动 那才会好一点 可是稍微一 稍我们那个已经紧到 像你们的情况 就像我刚刚这手一样 稍微压一压热一下 就会维持很久的状态 你看就可以 那我那个状态不好 就像我这手压压压压压压 好一点 已经很用力压 也只能压到这里 可是一下子不动 它又硬掉 又回到变这样 你看又变这样 有没有 我没有故意哦 不是不让它下来 它下不去 我这样下来是有在用力的 你看已经不能动 对 我刚不是才压一压 可以压到这里吗 你看又不行了 可是我这手就不会 你看 压一次就可以维持很久 因为它软 机能好的 热身一次就可以维持很久 对 那机能不好的 一下子就不行 一下子就不行了 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说 练也没用 过一回睡觉起来又不行了 对 好吗 那个设备是不同的设备 这个很难懂 因为老师在那边 老师在那边 灰灰灰灰灰灰灰 我真的人很好 要不然去上法院去告他们 他们根本全部都乱说的 对啊 对啊 这种层面找一个医生 都不会说我是错的 然后小提琴 动作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你去问医生 对 你自己不懂 在那边有人问老师 好 我没有要告你们 我没有要告各位老师 我是想说真的 真要了解这个 你才能够帮助大家 好那我是说为什么那些人他们 为什么那些人握工的时候 他们会 他们会 我 我刚讲 我不是在 曼陈你知道 我知道不是在讲你 因为我本来这视频 我要录给你的啦 后来我后来我突然觉得 我要公开 所以我又讲到别的老师去 好好 那我是说 所以那个基男好的人 其实他在就像这样子 还在不需要出力 就可以达到的范围内 他就可以达到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行工位置 包含这个集合位置里很舒服 所以他是软的 所以他可以这样动 他还可以做快速的这样动 但是我们状况不好的人 我们 如果老师 没有被老师调整 我们就会比较正 比较正 我现在改善了 所以我 其实我现在比较正 我是有点 用我的趋机 不是趋机 斩机 把它过来的 所以其实我这样反而不灵活 对 因为我现在状态已经改善了 有点像老师了 对 所以我现在要这样反而会不灵活了 所以很多老师都误以为 学生这样是因为他们这样不灵活 其实不是 这样怎么懂 很多老师看到学生这样 就以为那个学生是因为他不懂 他说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放松啊 为什么你要这样 其实不是 因为他的那个肌肉状态比较紧 他舒服的状态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他才能够动 才能够动 好吗 那我们像我现在也改善很好的 所以我一放 我舒服的就是跟你们一样 然后我动就是这样 对就不会像我以前那样子 我现在如果要硬要去做我以前这种姿势 你看就变这样了 他反而不能动 因为我现在的状态 如果我现在要做这样 我就会刻意的去让我的斩机 就是 因为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其实是内屈肌要收缩嘛 那外屈肌是舒张的嘛 对不对 那他比较紧的人 他比较 他让你觉得他这样 其实他不是因为他故意 像你们 你状态好的 你要做这个姿势 其实你是故意把你的 身肌收缩了 这边的肌肉才打 所以你也会锁住嘛 可是他比较紧的人 他是他不用出力 他就是这个状态 知道我的意思 应该这样说啦 有重力了以后 我用这两只手好了 一样用这样 我这一只手是不是 我们现在完全靠重力 我这只手比较软 所以他靠重力 他夹角就很大 对不对 好 这只手比较硬 所以他要重力 你看夹角其实差蛮多的 看到没 其实这夹角比较平 好 OK吗 好 那假如我故意 我现在有重力的状态 放松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我故意也要维持 让他变这个夹角 但因为现在有重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这边的斩机 其实是要用力的 才可以维持这个状态 可是你的学 你们老师你们的学 老师们你们的学生 他这个不正确知识的状态 其实是他舒服的状态 所以他是可以 在这状态里这样松的 可是如果你要学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就不能动了 对 所以对你来讲 你的放松肌肉比较软 上下的肌肉都软的状态 其实是这个夹角 对不对 那大部分老师能够当老师的 都是那个状态的比较多 所以他就会认为那个姿势是最舒服 最正确 好 如果他要去学 他觉得学生做得不好的人的那状态 其实他的 他反而变成 他的这个 展期要往内收 所以他又不能 懂 所以他就会以为那些学生做不好的人 是跟他一样 本来可以更下去的 故意不 观念错误 所以其实根本不是 OK吗 所以你就 所以 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学生 欸 他是 他是 其实你会发现那些学生 他没有弯的这么下去 他只弯到这边 确实可以动 好吗 其实他是可以动的 可是为什么他最后又不能动 其实不是因为 我刚说过嘛 这个状态应该他最舒服的 他的 上面的展期也没有收缩 也没有特别收缩 下面也没有 那是最舒服 好 那这样子 那为什么弄的小体型反而变硬掉 其实是因为还有这个 这个 侧转面的问题 如果他们要这样子的话 可以动的话 他的这个会歪掉 他是这样子的 好吗 那他为什么会 他为什么会不行的 这个 他比较弯不下去 他这样应该是他最舒服 应该可以这样 问题是这样 他的这个側斜角 这边的側斜角 是比较出去 他对不到刚好位置 所以会被你勉强 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些人 你要 他只要一灵活一动的时候 总而言之 他的整个配比里 最舒服的 每一个肌肉都不需要收缩 可以自然呈现的姿势 就是这个姿势 那这个姿势 并不合你们老师们说的 公外会正的姿势 因为很多老师认为 所以歪掉就是 其实根本不是 其实学生如果这样 他一样声音不会烂 你看我现在声音也没有很烂 一样也不会 其实根本那是公压控制的问题 跟中老师不懂 因为初学者 他公压也不会控制 他就认为是这样 他就强迫学生把他凹进来 好吗 因为他们被 老师们被洗脑的观念 他就觉得说公外掉 就是你刚生意不好 其实那是因为他初学的人 谁都会不好 胡乃元老师说他初学的时候 声音也很恐怖 像杀鸡一样 他不是在伊甸人师说 大家都一样 知识正确的人也一样 很多老师就错误了 他就强迫学生把他弯进来 好 在鸡呢还没改善 好 那弯进来是不是他就变成 譬如说他的这个大拇指的趋肌 还有这直伸距离 实距离就要收缩了 对不对 他才可以弯到那角度 那一收缩 他的就硬掉 所以因为这样被你们弄硬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好吧 可是如果他全部都 所有的肌肉都是舒服 像这样放松的状态的话 不是这样压下来又出力状态 其实他的姿势不会是正确的 好吗 因为他们的能够呈现的那个伸展度 就只能到那里 好吗 可是如果这时候你让他练 你试试看 不像各位老师你试试看 这样的学生 他这样拉很歪 对不对 但是你也让他 你也教他汉姆霍兹的行权振动理论 D&P6的实验 你都跟他讲 然后他练 其实他还是可以练到像我这样子的 音色不会很差 一样很歪 很够歪了吧 还是 可是反而为什么那些被你交正的人 反而是 因为他公压没办法 这样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年纪大的演奏者 像艾萨克斯坦他年纪大那个视频 我前天才看林昭亮在说 他跟艾萨克斯坦很熟 最后一场演奏会就是他跟他 艾萨克斯坦最后一场演奏会就是 林昭亮跟他一起表演 好这不说这额外的 艾萨克斯坦你看他年纪大的演奏会 他公也是歪歪歪歪歪歪 为什么人家可以 对 因为他让他的指申区肌的肌肉 都是处在不需要被勉强收缩的状态 这个才是重要的 这就是黄学仁老师说的 黄学仁老师是医生嘛 他脑神经外科医生 他说 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肌肉放松 对 好吗 我同意他说的 好 不过当然如果这样做 这样运功也是可以运 但是的确他风险比较高 因为 因为 从汉姆霍资情弦振动理论来讲的话 他的那个硬力 就是XY走 我们国中物理或高中物理最基本的力学 XY它就是一个歪斜的力 所以它可以分到那个 完全让弦侧拉的力量 其实就变得比较少了 当然这就比较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实力方式 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 群权如果这是群权震动 这是这个方向 那你要把他往这边扯嘛 可是那你运功的方向如果也是这样 是不是就你的每一分力量都是跟他同向的 你就没有需要什么分力 但你如果运功方向是Y的 你就变成有一段方向 像他的一分的分力是分到X走 Y走嘛 那这样你X走就一不限了 那就会逼迫你 要更大的 比一般人更大的力量 才有足够的分量到 到X走去启动那个帕 奥登罗斯曼教授说的怕 也就是汉姆霍兹说的那个sticking period 带动期 对不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其实如果你可以把带动期 滑动期的公压都控制得很好的人 对 其实 公歪不歪不是重点 好 这样讲可以吗 好那我再进一步讨论 就是 那其实我讲到汉姆霍兹的情权震动理论 那其实因为他有年稠期 有滑动期 那当然年稠期 我个人是觉得年稠期 虽然他 我所查到的国外资料他没有讲到这里 好 那我也不知道汉姆霍兹200年前 他有没有想到这么多 他200年前的人 但是可以想象的是 年稠带动期 年稠带动期 他要的公压一定要比较大 好 那群钱返还 的那个滑动期 他公压比较小 也就是这样一代 其实他的最适当公压 一定带动期多一点 年稠期的 可是琴旋振动速度很快 那那这一点点的 適当的这个公压差 其实我觉得 不太可能是能控制的 不是不可能 更不可能 因为正常人连弦这样在震动你就看不到 你怎么会可以继续控制 那么快 那为什么可以达到 所以这个cushion就很重要了 就是你的肌肉不能是硬的 不能逼迫学生是在出异状态 然后这样硬的 这样他就不会缓冲 缓冲 要一个cushion缓冲 suspension去缓冲很重要 所以像黄学校之后 你可以保持你的肌肉一直都是柔软有弹性的 或是像慢流音说 flexibility就变得很重要 这样你如果可以让你的flexibility好的话 那就算像我 假如我现在没有改善 我是已经改善了啦 我是可以这样一样可以做到 假如我不能我这样的话 但是我的flexibility 我肌肉是软的还可以动的 其实他他的粘稠期 他的汉姆霍姿的粘稠期 跟带动期需要的那弓压变化 那个很快速的脚体能感觉不错 其实也他会 这样 他就不要一样 唯 curse 它比较可以阴影 他一样 拉出来旋alu 没有楼楦 左手没统一样 不会被你打住 对 好吗 可以吗 不过 也就说 其实如果你可以让你的肌肉 是不要夸勉强 处在肌纤维收缩的状态的话 然後你攻壓手臂的中央要適當的可以下來的話 然後你又會控制的 初學大家前幾天都不能控制 你可以它半年一年的時間 其實它歪掉它一樣的聲音很好 而反思那些被你勉強拉回來的 那肌肉處在那個激凝蛋白激動半圍收縮的狀態 像我剛剛說被強迫這樣 然後這都很硬的那種 它也不會有那個哈姆霍茲的那個緩衝 對所以它聲音也不會好 這就是為什麼成年人被強迫拉直也不會好的緩衝 這樣講大家聽得懂嗎 從醫學運動醫學的角度 可以嗎 不過我當然同意我剛剛說過 其實公歪並不是一個好的最建議的狀態 因為它的分量會分掉 所以會逼迫你要更多的力量 那反而會讓肌肉負擔比較重 放鬆就比較難 所以當然如果你可以在你的機能狀態 如果是可以在姿勢都是正確 你的男生都是鬆的狀態 那當然何必要故意弄歪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如果再加上速度啦 因為 因為歪本身它的韻力它就會滑嘛 歪本來它也是容易滑 好不好 歪會滑 但是歪不一定會聲音不好 好不好 這兩件事 不要 有人說你不是歪 我現在講說會滑 但滑未必聲音會不好好不好 好 演奏家 一樣啊 我不懂你什麼 你有聽得出來我在滑嗎 你聽不出來嗎 滑不一定聲音就不好好不好 你只要能夠把汗母或是 的情權震動理論控制的好的人 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示範很容易 示範的很容易就比較到位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機能好很多了 這個道理我以前說過很多次 但我沒辦法像這樣任意的示範 也就是說演奏家他本來 他在演奏小提琴的時候 他為了音色的需求 他本來就有時候在這邊 有時候在這邊嘛對不對 可是他在這個轉換過程裡 音樂是前進的 那他有沒有因為 他有沒有因為 在改變這個 這個前後的位置 他的聲音就不好 也不可能嘛 他還是要好嘛 所以公壓可以控制好的人 移動不會 並不會讓他的音色明顯的 爛的很明顯 一聽就很不能接 不會啊 好不好 好不好 但是就變成 的確會變成 控制上就要比較小心 負擔會比較重 就像我剛剛說 公歪的對應力也是一樣 所以沒事 但不要故意去讓他滑來滑去 滑來滑去 對 可以嗎 這樣講可以嗎 當然不滑 聲音會比較容易控制 但是其實真正影響到 弓會不會歪掉 聲音會不好 或者是其實不是滑動 或者是 而是因為 如果因為滑動了 你沒有辦法 把公壓控制好 或是弓歪掉了 他那個應力的角度 不好實力 他的有效分量不夠 然後導致你不好做 或是 或是因為歪掉 本來也比較容易滑 所以因為他滑動了 你不能好好控制 所以聲音就不好 如果你外調的能夠 能夠好好控制的話 其實是不會那麼不好的 可以嗎 那現在問題就是卡在說 就像黃泉老師說的 就是你特別讓你的肌肉 筋纖維是比較不需要 處理 就是所謂的解抗肌理的那個 收縮肌 不需要是那樣收縮的狀態 大力收縮的狀態 之下能夠可以到那個姿勢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不要讓學生勉強去做他那個對 只是因為他出學之後 還不能這樣問 你就物言這樣解讀 可以嗎 這就是很多老師 反而讓學生學不好的原因 那當然對於那個機能差太多的人 他就歪很多 像我之前那樣很歪人 當然你就要想辦法 把他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解決方法 不是勉強把他掰過來 他已經很緊了 對 他歪一點 他已經很緊了 你還要把他歪掉完全正確 他那個肌肉緊到不能再緊 就像一個人 他這個往下彎 對 他只能彎到這裡 像我剛剛那個還沒有壓下來 只能到這裡 那如果在這手 對不對 那你還要我到這裡 哇 讓我那個硬到都被你弄硬了 好嗎 好嗎 那你不能說 喔 我不認為我的身體 你的身體跟他 你的學生那個身體更不一樣 好不好 那你我不認為不一樣 你又學音樂的 那抱歉 這是運動醫學的角色 不是 那這種東西不是說 我拒絕承認他的存在 他就不存在 那個是我人好 我貼地方